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翠谈广州话》一齐吹欢迎收睇今期的《翠谈广州话》 话说美姐很受男孩子欢迎 经常有男孩子打电话过来虚寒问乱 但真的有向事上来全部都消失了 第一时间出手的妹妹都是美姐的老友姨姐 所以美姐经常说那些男人没靠得住 每个人都是《翠谈蜡烛假细心》 讲《翠谈蜡烛假细心》 就是用来形容那些虚偽欠恩勤的行为 我们先讲讲蜡烛 蜡烛是以足心幼势为之是上品 因为足心越幼势的话吸油就越少 使用的时间就越长就烧得久了 相传在民国时候 我们现在的潘于市桥 当时有一个生产蜡烛的商人 他就很差 用染眼法来骗人 把蜡烛露出来外头的竹心头做得很有势 那些客人以为好东西就给他买 谁不知原来他里头 他的蜡烛包着的竹心很粗 那些蜡烛就烧得很快 那些客人就要频频帮他买 变相他就做多很多生意了 于是乎生出了一句说话 就说这个商人卖的蜡烛是假细心 那又因为这个商人是市桥人 于是乎就是市桥蜡烛假细心 那竹心的心字 在月月里头和我们这个心脏的心 是同音的 久而久之 假细心 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假细心 那我可以这样做一句 人前你对他这么关心 那人后你就说他什么 还不是市桥蜡烛假细心 那很多人说一生人真正的朋友 能够遇到两三个就经验很好 事实也是 人类这种动物为求生存进化出一样 为求拉近彼此关系而去做的门扁功夫 这就叫做市桥蜡烛 当真正共患难的时候 守候在身边的妹妹只有一个半个 而这个或者是平时不太土理欢喜的人 《翠谈广州话》一起吹一下 我们下期再一起吹一下